原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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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这样 今天的原来如此 我们继续要来关心法律相关的资讯 如果呢你对法律越了解 你就越能够知道 怎么样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那当然你就更清楚 自己的义务在哪里 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邀请到法律辅助基金会 李家冠李律师 律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继续要来谈 这个议题就是 可能大部分的人都希望不要遇到 就是离婚 那现在很多人都说 结婚率这么低 结婚率低呢 但是离婚率不见得低 曾经也看过很多的 这个其他国家也有这样的情况 好像那种熟年离婚 就是已经过了大半辈子了 但是呢老了之后 退休之后坚决要离婚的 那说到离婚 当然就可能两兆有一些 各自对对方有一些意见 那除了情感上面的 我们今天要来谈的 其实更进一步就是 责任跟义务的部分 在法律上面其实都有一些相关的规范 那当中有一个 我觉得大家在离婚的时候 好像都会有听到三个字 就是赡养费 那所谓这个赡养费 到底是什么情况下 你可以去要求 或者是什么情况之下 是可以不付的 这些是不是都有一些规定呢 没有错 其实我们之前有谈到了 所谓我们离婚的 在我国目前的途径呢 主要分成这个协议离婚 跟所谓的裁判离婚嘛 那有关在赡养费的一个规定部分呢 在我国的这个民法的规定里面 它是规定在判决离婚里面 那其实呢 在协议离婚里面呢 其实如果一方有这个需求 要跟对方来要求 所谓的赡养费的时候 也不是说不能够提出来 那只是说在事实上面 对方会不会接受 这个所谓赡养费的这个条件而已 那如果说 这个协议离婚的过程里面 双方针对这个所谓赡养费的这个方案呢 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的话 而请求这个赡养费的这一方 他还是坚持要求 那他势必呢 还是要透过所谓的裁判离婚的方式 来取得这个所谓赡养费的可能性 可是呢 根据我们民法的一个规定 如果说夫妻的一方 因为判决离婚的时候 那要请求相当的一个赡养费的情形呢 他不是毫无限制的 他还必须具有所谓的 所谓限于生活困难的这种情形 所以这种 在我国目前的一个法律上的规定来看的话 如果在诉讼 也就是裁判离婚的过程呢 还要看符不符合这个法律上的规定 才能够向这个对方请求 这个所谓赡养费而成立的一种情形 限于生活困难 大概可以想象 就是如果你经济上面条件不OK 你的生活是没有办法有这个收入的 那你一旦离婚 可能就会面临生活困难的状况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你去要求要有赡养费 就这个就有可以成立了 那只是看可能最后协调出来的金额 条件等等 那如果说你是自己有收入 然后生活是状态是OK的 你要再申请赡养费 那这个可能就要看对方接不接受了 那我觉得经济上面要去谈的话 钱的东西好像还相对比较好谈一点 更复杂的话 那就是如果共同有小孩 那现在双方要分开 小孩到底要跟谁 这个部分是不是常常是离婚里面 一个很大很大块讨论的地方 是的没有错 这个有关小孩子在 尤其是未成年子女 我们当然是针对未成年子女的部分 养照所生的这未成年子女 她将来的监护权啊 是要归给由何人来担任的这个问题 其实在实物上是最常发生的 这一则问题之一啦 那当然在这个我们制度上面 当然如果离婚之后 父母亲没办法继续共同生活 那这个部分 让未但是势必呢 父母亲他分开之后 未成年他们所生未成年子女 他还是势必要由一方一方来照顾他 来跟一方来共同居住 那由一方来共同居住不代表说 另外一方就可以不用照顾他 当然也不是 我们在这边也只是谈到说 可能就他的监护权的 就未成年子女的一些权力义务的行使跟负担 由何人来担任的这一个部分的的一个议题 那当然在我们实物上 主要是还是看由父母双方来协议 原则上跟我们之前提到的调解程序的一样 如果你可以透过协议的方式 由一方或者是由双方来共同担任的时候 其实呢都是可以的 但是呢比较有问题的 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说 这个很这个实物上很常见的 如果没办法协议或协议不成的时候 法院当然也只好依照请求 或者是依照直选来着定说 这个未成年子女他的权力义务的行使 应该由父或者是由母来担任 那当然这个法院在审着 这个审着未成年子女的 权力义务由何人担任的这个情况呢 他会他会参考社工人员的一些访试报告 还有一些家事调查官的一些调查报告 以及其他的一些调查结果来综合认定 那当然他都是基于这个子女 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来做这样的一种 这样的一种着定 所以这种情况呢 当然这也是不得已的一种方式 法院才会来依照请求或依照直选来着定这种情形 我想可能很多人有这样子的印象 就是过去呢 如果说在家庭里面主要上班啦 工作赚钱是男方爸爸 那妈妈呢在家里 家庭里面就是照顾小孩 然后照顾家里 那如果双方是决定要分开的时候 好多时候都是以前有这样的印象 就是女方这边会觉得 她可能经济上面没有收入 没有办法独立 那她就继续忍耐 因为她可能担心 她如果没有收入的话 小孩她可能没有办法继续带着 就小孩好像都会判给 有在赚钱的那一方 以前的话是这样子的 真的是这样子吗 那现在这个情况有改变吗 其实我们刚才有提到 这个法院在双方没有办法协议 或协议不成的时候 那当然就依照这些请求 或依照职权来着定嘛 她我们刚才有提到 她会参考一些访试报告 家家庭官的调查报告 还有一些调查结果 来综合认定 那其实呢 经济上的因素 其实在访试报告 或者是调查报告 或者是其他的家庭官的调查报告里面 他不会是唯一应该要去判断的因素而已 那小孩未成年子女呢 他在生长的过程 主要的照顾者是谁 那这个他现在的年龄有多大 那未成年子女的意愿又是如何 那所以呢 经济上的因素也不再是 我们这一个法院在着定 这个所谓未成年子女的权力 义务行使分担的 行使负担的这一个事件的 唯一参考的一个因素啦 那当然我们现在也有一种说法是说 其实如果说小孩子 他其实从小 这种现象 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的 父亲也就是爸爸 爸爸可能他都一直在赚钱啊 然后妈妈的部分 他可能就是一个家管嘛 他就没有收入 那这种情况下 其实主要照顾者 我们也可以判断出来 小孩子主要照顾 其实应该就是妈妈 那从小到大 其实都是妈妈在照顾他 那而且小孩子目前还小的情况下 如果交给父亲来担任他的 这一个权力义务的行使 单独的行使负担者的话 那其实父亲他可能也会有 分身乏术的情形啊 那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也看得出来 可能是爸爸的部分 他经济状况是比较好 他有收入 妈妈虽然没有 但是其实真的把小孩子 要判给爸爸的这种 判给爸爸的 不一定 一定是就是参考 他的经济上的因素 所以我们刚才 刚才有提到说 法院会综合相关的一些原则 然后审卓说哪一个部分的 审卓是最佳 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的 一个前提之下 然后把这个监护权看说 是判给是父亲还是母亲 那也有一种情况是 可能父母都没办法担任 这个监护人 可能因为各种因素 那这个时候 法院也会去再选出 其他合适的监护人是吗 是的 其实根据我们法律上的规定 如果说父母都不适合 行使这个权利的时候 那法院他当然也会 依照子女的最佳利益 来选定适当的人 当子女的一个监护人 如果说遇到 不管是什么因素 是一定经走到要分开 最好的情况下 就是像吵架 吵架最好的情况下 就是你们可以化解这个纷争 可是有的时候就是 如果是以婚姻来说 很多时候这个因素太过复杂 走到一个无法继续走下去的时候 可能就会有很多需要去考量的地方 我觉得钱的问题 可能是很多人产生争执的点 那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点 可能就是有小孩的部分 尤其是未成年子女 所以双方如果在离婚的 这一个课题里面 可能要多一点点去考量 就是对小孩来说 什么样的安排比较好一点 以前我们有印象说 我若是没在贪钱 我若是离婚 孩子都爸爸会穿起 而且还不让我看 那到底谁应该去负担 这个主要照顾的义务 然后在经济上面 怎么样去分配 以及所谓的监护权跟探视权 其实又有点不太一样 在法律上面也有不同的规范跟条件 我们之后在节目当中 继续跟大家来讨论 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邀请到法律辅助基金会 李嘉冠 李律师 谢谢律师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